好 我们再关心有网友 近日在网络发布学人启示 表示有位高中同学今年大学毕业 那么在8月27号 跟朋友入境中国上海事后 失联至今 海基会表示 已经跟南大山的家属取得联系 也针对这一起案件去韩海协会 那么失踪同学的亲姐姐说 弟弟抵达上海之后 有跟他报平安 后来就联系不到了 姐姐表示 没有放弃找他 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真的希望他平安回来 而针对中共招揽 台湾网红宣传中国旅游 财经记者胡彩平发文称 共产党对台湾那么恶劣 也就更增加了政治风险 而被边控被关小黑屋的那么多 这都是网红招待旅游 不可能会知道的事情